社群媒体龙头Meta去年大道阔府 一口气砍了一万多个职缺 没想到四个月过去又爆发新一波裁员潮 不知上万员工打包回家 欲缺也不补 Meta两度大规模裁员 创办人马克作克伯 在部落格留下给员工的信 强调今年将是效率年 要藉由缩编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Meta 我们在主打原宇宙 象征改革换面 开创新局面 但依旧不敌大环境压力 连续裁员潮敲响警钟 Meta预告接下来四月和五月 技术团队和业务团队 也将会是企业瘦身重点 甚至暗示不会是最后一波 我们现在看到价格下跌 现在我们看到价格下跌 从2009年代 这不是价格 我们看到由Microsoft Amazon和其他人 我认为是真的 全球科技业裁员潮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每天多达上千人 居然铺盖走路 科技业寒冬 从去年底延烧至今 恐怕还没结束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相当 整理&字幕志愿者 杨栎